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HKDSE 2015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Line 請來自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未曾理解我為何要做這支影片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這支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 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第九條是關於Sector 甚至待會你會看到ArcLink的東西 Sector Area有給你的 就告訴你是30πcm² 那如何計算Sector Area呢? Sector其實是part of the circle 所以你計算Sector Area就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Sector當成一個圓形 圓形的圓形是360度 就是圓形的圓形 那你吃Pizza的圓形 如果你用7度 那你其實在吃360分之7 OK,如果是pheta那麼多 其實你是360度的pheta 可以嗎? OK,所以你只需要把Circle Area 然後把Circle Area的圓形成一個圓形 就完成了 OK 好,你看到畫面上的顏色 把它放進去 由於這次我們要找一個pheta 所以我把它放進去 就完成了設定 這個設定 好,然後左右手就隨意Pie 唉呀,再脫掉了Pie 不要緊,再放進去 除掉12sq的pi 分数得出30over144就是5over24 左右手乘360度 所以φ計算出75度 ancle of the sector是75度 接着我们要计算perimeter of the sector perimeter of the sector很明显 现在我放了一个setter给大家看 红色的线段包了一个 一个setter就是一条arc和两个radius组成 即是我要计算arc length arc length是什么 arc是什么 arc就是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所以arc length的计算是用了circumference去计算 就是二part r 我们好像吃pizza 多少度就拿多少份 不过pizza就切pizza做8份 我们数学人就把pizza切成360度 而我们按proportion去计算 所以就是circumference乘以原心角 over360度 OK perimeter 先计算是5pi 然后我们将arc link加回两个radius 计算完之后 我们把unit计算完 说到这里第九条也结束了 大家收听了 有什么问题找我 如果你觉得我的work是 helpful 麻烦你分享我的workout 这支经文送给大家 因为我只能够教许你知识神却教许你生命 有缘的在楼下士大家教会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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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